我们是华尔街破解大流行制作团队 这期我们将继续向大家解答新冠疫苗方面的问题 新冠疫苗的防护效果能维持多久 到底要不要打第三针 从二零二一年一月份开始进行的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 到今天已有八个多月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是迫在眉睫 需要更多的科学界医学界和公共卫生机构给出更权威的答案 在美国FDA在九月十七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FDA专家咨询委员会以十六比二的压倒性结果 驳回了辉瑞对全民加强的方案 但以十八票全票通过了六十五岁以上人群以及高风险人群的加强方案 在以色列七月三十日开始被年满六十岁的人群接种加强针 八月十九日将加强针接种对象扩大至四十岁以及以上人群 同时建议教师医护人员孕妇和养老院工作人员全体接种加强针 接种加强针的人必须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至少五个月 那科学界和医学界是如何判定疫苗的有效期和第三针的时间呢 从免疫学角度看 新冠病毒属于冠状病毒 在过去对于同样是冠状病毒的流感病毒的免疫研究中发现 人类感染流感病毒痊愈之后产生的中和抗体能一般维持六到十二个月 SARS病毒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不同年龄段不同健康程度的人群免疫能力是有差别的 而且人类免疫系统是由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两条防线 并且存在多种复杂的协同作用 高水平抗体有效持续时间只是大概维持六到十二个月左右 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相较于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中产生中和抗体水平是可以量化的 在临床实验和日常医学检测中可以比较直观展示当前免疫效果 在这里我们就要介绍一下这一篇 由澳大利亚科学家在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发表于Nature Medicine上面的文章 中和抗体水平可高度预测对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感染的免疫保护作用 图片清晰地反映了目前世界上比较主流的疫苗的中和抗体水平和有效率的关系 以康复者血清中和抗体低度为基准 如果达到康复者血清中和抗体百分之二十左右 就能有百分之五十几率防止新冠病毒的有症状感染 如图所示新冠康复者有百分之九十的几率防止有症状感染 文章还通过研究模型得到一个结论 只要达到康复者血清中和抗体百分之三左右 就能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防止重症 而在现实世界中以色列卫生部卡塔尔卫生部和美国的美奥诊所系统 都对施打mRNA疫苗的人群做了长期三期临床研究 以色列卫生部在七月二十二日称 根据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七日期间追踪的数据 辉瑞疫苗对于新冠病毒的有效率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九 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经过病毒变异太恐怖 辉瑞疫苗很没用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时报告的详细数据会发现真实情况并不是如此 首先我们要来理解一下何为有效率 疫苗有效率在英文中有efficacy和effectiveness两个单词 其中efficacy代表十三期临床实验的有效率 而effectiveness是指在真实世界中的有效率 中文媒体报道经常把两个单词混为有效率这一个单词 前者其实更代表疫苗的真实效率也是WHO以及各国FDA评价疫苗的核心依据 而后者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如疫苗的免疫原性接种时间接种人群的NPI强度 也就是社交管控比如风城等都会影响到现实世界的研究结果 而临床实验里的efficacy指的是防止新冠病毒有症状感染的效率 一般来说一款疫苗各种有效率情况如下 防止死亡概率大于防止重症概率 大于防止有症状感染概率 大于防止感染概率 大于防止传播概率 而以色列报告的有效率正是指防止有症状感染概率的efficacy 但是39%这个数值看起来还是不漂亮 但是我们打开这一份详细报告时会发现以色列的数据中 有效率最急剧下降的人群是二零二一年一月份打的辉瑞疫苗 然后是二月份施打疫苗的人群 这正好印证了上面我们提到澳大利亚科学家的文章 由于时间一动 一月份和二月份施打疫苗人群上的中和抗体逐渐衰退至极低水平 所以疫苗有效率急剧下降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一月份和二月份以色列施打疫苗的人群都是六十五岁以上 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这个群体的免疫能力本来就比普通人群要差很多 施打疫苗的效果也要比普通人群要差 但是出图片所示 虽然出现了突破感染 但是防止住院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八 防止重症达到百分之九十一 恰恰说明辉瑞疫苗是相当有效的 这一张以色列新增感染人数和新增住院人数的曲线图 同样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以色列正是基于此数据才宣布的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人和有基础疾病患者开打加强针 卡塔尔的effectiveness数据跟以色列有稍有不同 卡塔尔近日对一百二十万名接种者的信息统计表明 汇热疫苗对德尔塔病毒的防护率在百分之五十三点五 莫德纳疫苗对于德尔塔的防护率在百分之八十四点八 美国美奥诊所的effectiveness数据跟卡塔尔是比较接近的 在研究期间莫德纳的疫苗对于感染的有效性是百分之八十六 而辉瑞是百分之七十六 旧住院治疗方面莫德纳疫苗的有效性是百分之九十二 辉瑞是百分之八十五 总体数据表明 疫苗在早期提供了强大的免疫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效率急剧下降 导致平均有效性水平大幅下降十七月份 其观察到的效果大幅减弱 莫德纳的预防感染有效性仅为百分之七十二 辉瑞的有效性仅为百分之四十二 美国FDA的专家委员会都是基于现实各种研究数据 给出科学客观的第三针加强意见 而并没有屈服拜登政府八月十八日就开始提出的全面第三针的政策 再次显示出了FDA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那听专家的会不会错呢 毕竟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很多专家后来都被发现是专家是砖头的砖 确实FDA通过的是给六个月给六十五岁以上及基础疾病病人人群加强针的方案 没有其他更多量化的指标 并且对于普通人群的加强接种还在讨论中 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样 人类的免疫系统是很复杂的 虽然中和抗体水平可以清晰测定 但是疫苗带来的细胞免疫效果很难量化测定 并且记忆T细胞 有可能使得接种者在再次感染病毒时重新产生大量抗体 这正是FDA专家们头疼的地方之一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新冠康复患者资深产生的中和抗体效果 相当于一针效果很强的疫苗 而且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他们的中和抗体水平衰减速度要比其他人要慢 看到这里很多观众可能想知道接种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各自的中和抗体水平到底是多少 科学界同样有这样的答案 由于具备临床实验精确度的中和抗体低度测试 需要接近P3级别的实验室才有能力进行 所以在现实研究中医学界和科学界经常用新冠病毒S蛋白的抗体低度来替代中和抗体低度进行研究 在八月三十日发表在Jama上的文章 接种莫德纳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后的抗体反应比较 正是采用这种替代方法进行的研究 详细数据如下 与接种两剂辉瑞疫苗的参与者相比 接种莫德纳疫苗的参与者抗体低度更高 新冠康复患者接种莫德纳疫苗之后 抗体低度是一零七零八U per ml 而接种辉瑞疫苗两剂之后则是八一七四U per ml 为感染新冠人群接种莫德纳疫苗两剂之后的抗体低度是二八八一U per ml 而接种辉瑞疫苗两剂后则是一一零八U per ml 上述数据是基于美国罗氏公司美免疫电化学发光法测定的 在美国FDA批准的各种新冠抗体测试方法中 罗氏公司的整套仪器和方案准确度最高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速度最快几乎全自动进行 目前被美国很多医疗机构采用 从上述数据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有新冠病毒感染时的康复患者 在未打疫苗前靠自己免疫力获得类似一针强力疫苗的保护效果 但是继续接种两针疫苗 保护效果的提升更加显著 打了两针疫苗效果 看比普通人群大了第三针 这里之所以没有列出新冠康复者血清抗体水平的原因是 各个国家临床实验采取的仪器和方式都不一样 不同时期不同变种的病毒血清抗体水平也有差异 但是根据二三七各国疫苗数据换算 此数据应该在三百到八百U per ml之间 在前面澳大利亚科学家的文章中提到 达到康复者血清百分之二十低度的水平 可以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 防止有症状感染 这就意味着如果采用螺氏方法测试出的抗体水平 在六十U per ml以下人群 并且间隔时间在六个月以上 可以考虑去打第三针了 总的来说是否打第三针 请遵从美国FDA和CDC的意见 这两个机构的意见是面对大众人群 并且经过了科学界和医学界最广泛讨论之后的结果 这期节目介绍的是美国mRNA疫苗效果和第三针的接种建议 并没有涉及到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苗的介绍 下期我们会详细介绍各种疫苗的差异 和中国疫苗的第三针接种的研究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收藏转发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